新北市议员陈永福连任五届议员 在地方深恒实力雄厚 因此被民进党推派参选2016的立委选举 面对国民党现任立委 以及绿党年轻候选人一同角逐 在第11选区中是否有胜算呢 他表示一直以来都是亲力亲为 解决民众的问题 所以会秉持一贯为在地服务的精神沉稳应战 为了让地方居民的生活品质不受到影响 新北市议员陈永福召集相关单位会刊 针对安坑亲轨路线一再的研议讨论 熟知地方事务的他深耕在地的实力连任五届议员 也因此在这次的立委选举中获得民进党提名 陈永福表示习惯亲力亲为的他 绝对不会在选举时才出现 而是平时就亲身为民众解决事情 过去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在地方上的服务 那跟我在83年一直经营到现在也将近20多年 那相信选民眼睛是血亮的 你选出来的民意代表不是选给选民看的 是选出来以后是要为地方上解决问题的民意代表 才有这个资格来当民意代表 碰上了国民党低迷士气 政治大环境的氛围是否有利于自己的选情呢 陈永福强调国民党的家务事他不便过于评论 不过现在的选民眼睛血亮 最后会用选票证明一切 选票会证明一切 到底朱利仁这样做是对还是错 那选民会给一个交代 那民意代表的身份就是尽量把基层的事情 自己要亲身经历把百姓的问题解决最重要 而陈永福在路口挂旗的大大看板 没有人头肖像也没有文案标语 只有黑白两色引起了不少讨论 有人认为是否想要摆脱政党色彩 争取中间选民支持 所以有着不分蓝绿只问黑白的意象 陈永福笑着说 这广告看板的确是他想出来的 但他认为代表的意思是 不论白天或黑夜 他都会努力为地方打拼 白天我们要怎么样去想一想怎么去服务选民 晚上要怎么去想说用什么方法去服务选民 所以才有这个黑白看板的出现 其实过去陈永福也曾两度挑战立委选举 但在蓝营票仓的第11选区迟迟无法如愿 这次第三度再战立委 面对同样有着地方实力的先任立委 以及有着清新形象的绿党候选人 陈永福表示不论是传统选战还是创新网络号召 他会秉持着一贯服务在地的精神 沉稳应战 记者杨榜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